阿神荣相为我等起 神无敬畏为我等起 耶稣之父为我等起 神家之将为我等起 请看那宗心尽名官家 主能爱他光临自己家屋 神若舍旧是天主官家 有三条线 三条线当然马上就想到 神品真结服从 修女们就是度着神品真结服从 在这个路上来跟随主耶稣基督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修女们他们很重要的三个工作 第一个耶稣圣体 圣体圣事 所以主徒修女会的修女们 每一天都朝拜圣体 默默地来朝拜主耶稣基督的圣体 朝拜耶稣圣体当中 更了解主耶稣基督 更容易跟随耶稣基督 第二个是私夺的职务 这个修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为私夺们来祈祷 为神父们来做服务 特别是为年长的神父 我们这个上面有弱色楼 弱色楼都是住着退休的 年长的神父 这些退休年长的神父 是由修女们来服务 什么修会的修女啊 主徒修女会的修女 来服务我们的神父们 所以这个也就是 主徒修女会他的神恩之一 另外 这个主徒修女会 他们也是为礼仪来服务 我记得 我那时候就是 教宗日明我当主教的时候 那时候就要找那个主教衣服 主教袍 赶快找主徒修女会 那目前也是 我们有的神父们知道 你们的神父祭衣 或者是神父的衣服 你们假如要定做的时候 那这个是主徒修女会 他们有这样子的服务 可以帮忙定做祭衣 或者是神父的衣服 做弥撒所需要的祭器 他们那个地方也可以帮忙 来准备採买 或者是他们那边也有为大家来做服务 所以大概就是这三个 所以我们是说有三条线 他主要的 身品症结服从 但另外他们的工作的重点 就是 圣体圣事 食夺子 还有礼仪的服务 大家好 我介绍我们主徒修女会 菲律宾台湾香港省的省会长 Sister Mary Magdalene Magalianes 我代表她表达她中文翻译的致谢词 回忆起41年前 1982年11月1日 我们的第一批修女们 因当时的贾燕文总主教的邀请 抵达台湾 经过一年的中文学习后 于1983年12月13日 他们开始在台北郊区服务 特别是在这里 中华圣母堂楼上的圣若瑟楼 我们记得 我们第一批三位修女 孔佩华修女 柳淑琴修女和李秀儿修女 他们都 孔修女跟李秀儿修女还在这里 他们到台湾时 你们给予几大的帮助 的确与台北当地教会的合作是一项蒙福而崇高的使命 他使我们的修女们在忠诚和丰硕的果实中成长 通过我们在这里的团体 我们与全世界所有的主徒修女们团结一致 向天主表达我们欢呼喜乐的感激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日は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